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下一个讲者 还有Fembers 为我们讲的是今天一个英文章 使用 more press 中充每个月300万的流量 我觉得这个放在刚刚假意西纹后面非常好 好像接回去说 我们做内容的步骤 我感觉 各位深加他们的朋友 有大家早安 大家好 我是H&E網路社群的站長Ciric 很多大部分的朋友第一次跟我見面的時候呢 都會問我一個問題就是 這名字要什麼名字 是要發音啊 這個音字其實 這個IP其實是一個組合字 我的音部名字是Eric 然後也是就是我非常喜歡的一個電動 有電動玩具的那個鎖寫 所以加起來就是Ciric 你可以叫我PS或叫我Eric 那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題是呢 一篇一文章 然後使用Wordpress創造每個月三百萬的瀏覽 那其實三百萬瀏覽可能跟很多網站來說 其實是一個非常非常小的數字 那我想跟大家說的是呢 我一天固定一天都分析一篇文章 然後已經持續了大概十二年左右的時間這樣 這個非常瘋狂的一件事情 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 我網站近期比較常使用的一些服務跟工具 還有我會推薦它的理由 我大概從2006年的時候呢 開始做了這個平面金網路社群這個網站 那我那時候還是學生啊 然後就有一天忽然想到想說 好像應該來做個網站之類的吧 然後就 因為我不是念理工的啊 然後我就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背景吧 然後我就去徒書館然後去找 跟價借有關的書 然後自己搬來看這樣 然後發現說欸原來加一個網站 需要看的書那麼多 什麼APA7啊 BHP啊 MySQL啊這種 然後我就把書一本一本借回來 然後一本一本自己慢慢貼這樣 然後大概過了好幾個禮拜吧 我終於在我的PC上面就是 跑了第一台為了主機這樣 然後接下來就開始要做網站 那因為我以前國中的時候 就已經用Ballfront page去做網站 所以其實HPM那邊比較有一點 有點基礎啦 所以很快的我就 我就自己刻了一個簡單的網頁這樣 那時候會想要拿免費支援做主題的原因 是因為就學生嘛 他學生就很窮嘛 然後 要加上什麼都會去找免費的東西啊 趕快不用花錢 然後發現欸 好像台灣都沒有人在寫這個欸 然後不然就是 那些資訊都很 都很過時或是很平善 然後我就想說 啊不然就來寫一個 免費支援的網站好了 然後一開始的時候就是 簡單的HTML的網站 就是一個 比較像是目錄式的一個 就只有只有標題跟簡單描述的一個 一個目錄的一個網頁 那後來考慮到說 可能之後要更新啊什麼的 好像會很不方便 然後我就想說 啊不然要找個CMS來套套看好了 然後那時候就開始試了好幾個CMS 像什麼Juna啊 Drupal啊 最後發現Wordpress好像還蠻不錯 蠻簡單蠻好用的 然後就很快就把它裝起來 然後那時候遇到一個問題就是 欸好像 Wordpress那時候沒有中文吧 就是 2006、2007的時候沒有中文 對然後就 台灣只有 台灣好像有好幾個人在翻 中文的資傳 但是問題就是 大家翻的 用詞都不太一樣 然後 就反正就 那時候就有點像群龍舞手那種感覺吧 然後我就 2007的時候我就很自告奮勇了 我就去跟 Wordpress的官方 然後我就去跟他申請了那個正體中文的這個 這個 權限這樣 那結果運氣蠻好的 很快就拿到權限了 然後就跟早期的一個前輩 Killy 然後我們兩個就把 Wordpress的字傳 先把它放完這樣 所以才有 後來的一個正體中文的網站出現 那我參與過的Wordpress的書籍呢 有這四本 對然後 比較近期的是 這是國術文化的Wordpress無敵架戰的手冊 好 那這本是 嗯 簡單介紹比較好 這本是一本 英文的 英國的原文書 那 我覺得蠻不錯的 就是它 裡面寫的內容非常的完整 就從 從 怎麼開始找個主機啊 怎麼註冊文明名稱啊 然後到後來把網站架起來 到後來怎麼 圓外掛成全部分主題這樣 那如果你有 有注意到就是日本或是歐美的Wordpress的書的話 你會發現他們 國外的Wordpress的書的資源非常的完整 就是 不是說只有教你什麼 從 開始架戰架起來 就 好像就到這邊就結束了 不是 它是後面還有一些比較進階的一些主題 像是 可以開 教你什麼開發外掛啊 開發路景主題啊 或是做一些比較後面的一些 嗯 網站營運的部分吧 對 然後 我就是那時候還蠻 還蠻幸運的 就是 欸博碩要跑來找我說 這邊有一本Wordpress的書 你要不要翻翻看 然後 反正我覺得我自己一年沒有很好 那如果看得出來 算看得懂內容 對然後就 硬著頭皮就把它 就把它弄出來了這樣 然後 2011年收出過一本Wordpress的 百搭外掛精選 然後那本 那本書其實就還蠻簡單的 就是收入了一百個外掛 就是 可能你加上的時候 會 會比較推薦你直接 就是用 使用了這些外掛這樣 那反正這本書還蠻不錯的 就後來還有再版 然後 更早期的時候 就是在 PCUser電腦的文化 有出過 參與過兩本 就是 blog的站長十堂課 然後那時候是 電腦網路的 Easeur站長 然後就跑來找 我們就說 那時候台灣好像還沒有 Wordpress的書吧 然後就跑來找 我們就說 不然就是你們這幾個 用Wordpress加 這樣的站長 就大家來寫本書好了 就是 拆成十堂課 然後他一人負責一堂課這樣 那 早期這堂課 我覺得那時候算在台灣的 Wordpress的書籍裡面算是還蠻 蠻創新的 因為那時候還沒有 類似這種書出現 對 不過 普遍的我發現是 台灣Wordpress的書的問題 就還是比較著重於在一開始 教你怎麼把網站從沒有到有架起來 然後 可能就是有一些基本的 就是外掛跟固域主題的選擇 跟使用法 但是其實到後 後面的一些網站的經營 或是一些維護之類的 其實它 我覺得台灣的Wordpress的書 比較少帶到這裡的部分這樣 那 如果就是剛好有這個 Wordpress這個活動啊 就是可以把 所有使用Wordpress的站長 就是大家可以聚在一起 那我覺得 呃 大家互相交流分享 今天其實也 還是蠻不錯的這樣 好 那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 我駕站的時候 我認為最重要 網站的三個心法 就是 最重要的就是速度 然後 第二就是網站的安全性 然後還有就是 使用者的體驗 然後講到速度呢 就因為講到主機空間嘛 對那 這個其實大家都一定知道 有駕過站就知道 就是 你要怎麼挑主機空間呢 就是 你要看你的網站的訪客 主要是從什麼地方來嘛 那如果你網站 七成八成啊 都是台灣的話 那 可能大家會選擇 東京或選擇新加坡 這種地方的主機空間 因為 呃 品質相較來說也蠻低的 然後價錢也沒有像台灣的主機這麼貴 那如果你 預算又真的很低 然後 又想要 價賺的話呢 其實美國主機也算是一個 蠻不錯的選擇啊 對 因為美西主機的話就 可能品質可能大概就 180 200 左右 不過可能就是監工時間 會稍微比較 比較 比較塞一點這樣 那 第一個我 我會 我會 我會看的一個 呃 一個因素就是 那個主機的空間有沒有很穩定 等到就是可能 三不五十就打不開啊 或是聯盟上 然後 要找 客戶又找不到人 那 呃 大家都知道 Google的搜尋的排序 會 把你網站的 你把你主機的速度跟 穩定性就是 就是up time嘛 它會 列入 那個 搜尋排序的 因素之一 所以 其實你要讓你網站速度越快 然後 大家都能盡量可以 融開打開 就是對你的網站 是會比較正面的幫助 然後 最重要的 其實我覺得就是 線上支援 就是如果 因為大家都知道 網站什麼時候要出問題 可能都說不準嘛 那至少你發生問題的時候 你要能找到 要來幫你 解決 你當前這個問題 然後 不要把那個 下線的時間拖太久 因為 呃 一欄有損失訪客 然後二欄其實有對手 去製造成這樣 負面的一個影響 那 我要跟大家推薦 我目前使用的那個 呃 主機是Cloudways 不過原本來說 它其實不太算是 一個網站空間 一個網站主機 它是一個 嗯 幫你 快速搭建出一個 最佳化 很近的一個 一個品牌 那它可以整合 Google的 Google Cloud 可以整合 Yamaha去的AWS 可以整合 Vo啊 Renote啊 這種VPS的服務 那它的運作方式其實蠻簡單的 就是 呃 你一樣去Cloudways 一樣組織一個帳號 然後就是去設定說 欸你要多少CPU的核心啊 然後每人要多少 然後呢 呃 音碟空間要多大 之類的 然後要選擇你 看你要用GCP AWS 或是DEO 然後它就可以幫你把主機拋起來 然後幫你把一些 可能你一開始加上的時候 會需要自己手動裝 因為它幫你裝進去 像什麼 RPA7啊 DHP啊 這種然後 呃 大概十分鐘左右 它就沒弄好了 其實速度蠻快 就是比你自己一個一個去安裝 其實速度快蠻多的 那重點是 呃 如果你有自己的主機的話呢 它的 核心的一些程式 的 安全性其實是蠻重要的 因為 有可能在某個方法 會有漏洞啊 或是安全性的問題出現的時候 你必須要自己手動去配 手動去更新 就是 用Cloudways的話 它是可以幫你自動 幫你把 動服起來 或是幫你把安全性的問題解決掉 我覺得其實這點是 對於 呃 比較沒有 技術背景 然後 呃 可能你自己說 你的預算比較多的 使用的 戰場 我覺得Cloudways是還蠻不錯的 一個選擇 那重點是 它有個247全天 或是一個 線上技術支援服務 不過它只 只能用英文 它沒有中文的服務這樣 然後Cloudways其他的選擇就是 它的價格比較高一點 對 相較於說 你直接去Google Cloud 直接去AWS 直接開個 一樣規格的主機 它可能會大概貴合三成四成的 價格這樣 那如果 你用 你就用Cloudways 如果你的 預算方面很吃緊的話 它有一個 我覺得替代方案還不錯 就是Server Pilot 那我就把阿西稱為 就是Cloudways的省錢房 它做的 它做的一些 一些 東西 其實跟Cloudways有點像 它就是可以連結到 你的一個 伺服器 然後 幫你快速部署出 你最適合駕站的一個環境 那差別在於說 就是Cloudways 它只限定於 剛剛提到的那幾間 那幾間 那幾間運動主機 那Server Pilot 它就沒有限制 就是你任何一間 DPS 或是任何一間運動主機 都可以透過Server Pilot 然後連結 然後它幫你 幫你把 網站快速把它弄下來這樣 那確定就是呢 Server Pilot 它沒有 它沒有提供線上的技術資源 對 所以 如果你有 一些問題什麼的話 你還是要自己 想辦法 想辦法解決 那 提到網站速度呢 其實外掛啊 外掛啊 外掛的數量非常的重要 那我想跟人家說就是 你網站的 Wordpress網站的外掛呢 數量當然是越少 一定要越少越好 比較像 有人就是裝了二三十個啊 然後你還說 我網站怎麼打開速度這麼慢 那你還用 你看頁面要載二三十個外掛 其實 那的速度一定會慢 那 我的想法就是呢 如果可以不要用外掛的話呢 就盡量不要去裝外掛 那把那個功能 就直接給它寫進去你的網站裡面 就好了 那 這個理由就是呢 第一 嗯 寫外掛的開發者呢 不一定 每個人的寫 城市的公寓都那麼好 可能它有一些 寫法 或是一些 呃 遇到一些狀況 它可能會讓你的網站出現漏洞 或是說 可能會影響到你網站的效果 那其實你在用外掛 你可能看 你可能感覺不出來啦 那不過我覺得就是 外掛可以盡量能少用就少用 那 盡量就把它寫到一個網站裡面去這樣 那我目前的網站只有 跑好像八個還七個外掛 那我推薦的就是 畢裝的外掛就是 呃 官方的那個 就是這個 就是如果你有開放 呃 回響功能的話呢 你一定要把這個 打開嘛 就是不然會有 對垃圾的訊息 然後 一個Jetpack Jetpack 我覺得蠻好用的 是它裡面有很多的模組 對 它模組其實都 還蠻實用的 就是如果你把模組打開 你可以掃裝很多外掛 然後 更重要的是 它還是一個官方 開發的一個外掛 那我覺得 其實它的效能 或商業性部分 其實都一定會比較好 那 還有一個就是 Clyout of Frag Clyout of Frag 是一個 幫你全站加速的CDN 加上他應該都有聽過 然後 最重要的是 你要有快取 快取 快取外掛 那如果你要用 無論你要用WP SuperCatch 或是用WP Lockies 我覺得其實都差不多 其實都蠻壞的 那它什麼是CDN呢 剛剛今天有提到 Clyout of Frag 就是CDN 那什麼CDN CDN就是 一個內容傳遞網路 那它的原理 簡單來說 原因就是 它在全世界很多個城市 它部署了不同的 的主機的節點 那 呃 大家都知道 就是如果你 訪客距離 你的主機越遠的話 它的速度 一定就會越 延遲就會越高 速度就會越慢 對 那CDN就是 就是要解決這個問題 那比如說 你的 你的網 你的主機在台灣 然後你的 你有美國的訪客 要連到你的網站的時候 透過CDN 它可能就會直接在 美國的CDN的節點 直接去抓你的 你的網站的內容 然後把它快取 在你的節點上 這樣 那這樣一來的好處就是 它速度可以 可以 可以增加 然後再者就是 它對你的網站的 的 負載可以 可以稍微降低 讓你的網站 不會就是 都低那麼重 那我目前推薦使用的 兩個CDN的服務 除了 Cloudflare 以外 就是這兩個 一個是 Fulton Image CDN 一個是 ASM CDN 這兩個都是 覺得Pack裡面的模組 那 Fulton CDN的 主要處理也就是 圖片的檔案 那它用法很簡單 就是 你才覺得Pack裡面 你把 Fulton CDN這個功能打開 打開後你 網站裡面的圖片呢 它的路徑就會變 被 Fulton CDN取代 那 之後 當有人打開你 演員的時候 那個圖片就會被快取到 Wordpress官方的 這個CDN上面 那 對你的網站的流量呢 就有 可以讓它稍微 可以讓它 下降一些 然後速度上也會掉的話 不過它的確定就是呢 它對圖片會有一些 壓縮的一些 一些效果 所以可能畫質部分就 不會像原本的圖片這麼好 那 SSDN 可能 大家還沒有聽過 這是Jetpack 在最近的 6.6版裡面 它新出版的一個CDN的功能 那 這功能跟 Fulton CDN有點像 不過Fulton CDN是處理 圖片 那SSDN是處理 Wordpress 跟Jetpack 核心的檔案 像是一些JS 一些CSS檔 所以 你一樣是在Jetpack裡面 把它開下去 然後它就 可以讓你的 網站的原本的一些 Wordpress 跟Jetpack的一些 CS和JS 可以 迫獲CDN來存取 那 展現性部分呢 我 前面有提到 Cloudflare 它除了加速以外 它最重要的是 它有一些安全性的一些功能 然後 Jetpack裡面有幾個 跟安全性有關 這個設定的模組 那 我 推薦一個 我一直有在使用的 就是 Wordpress 可能很多人也沒有聽過 Wordpress 是 這是 Wordpress官方 它提供的一個 網站的 備份 服務 我 等一下 後面會有一些 詳細的一個說明 好 那 我提到 Jetpack裡面的安全性的模組 有一個是叫 Wordpress SSO 那它的中文應該是叫 單一登錄吧 那 這個模組的 呃 的 功能就是呢 它可以取代 要你 Wordpress原本 內建的一個 登錄的頁面 然後它把它丟回去 去給Wordpress.com 這個 服務來幫你做驗證 跟處理 那 這好處呢 就是 避免被大家 被機器人一直串密 帳號密碼 然後 可能會影響到你網站的 支援的浪費 那 Wordpress.com 它本身就也有 兩步做驗證的一個 功能 所以你 除了可以大幅提升的 網上的安全性呢 它 呃 當然對你的 外貨的數量上面 也會有一點幫助 那 Wordpress單一登錄的 它的 模組打開呢 就是看起來就會像這樣 就是你原本 Wordpress的 登錄頁面就會不見了 然後 登錄的時候 它會跑到 Wordpress.com 那你就從這邊做 一樣 輸入電流間 或不使用的 名稱的奧密碼 然後它也可以連結 就是Google帳戶 來登錄驗證 那它 呃 Wordpress的SSO呢 它有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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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例如說它可以 把運力 這樣的 預設的登錄頁面 停用掉 然後嘗試 在登錄的時候呢 就是幫你跳轉到 Wordpress.com 然後開啟兩步做 研診這樣 這個在 呃 Wordpress.sso的那個 呃 頁面 它有非常多的 漢字的 的教學 那如果你 你找不到的話 或是說你不知道怎麼做的話 你可以去Google搜尋 Wordpress 按一登錄 齁 那個第一篇應該就是我的文章 齁 那 那 ClobLay的部分呢 它有兩個 兩個功能是跟它 情境有關的 那 呃 然後 然後 指定去哪些 IP address 那個 IP 位置在存去 那 你就可以直接把那個 Wordpress的登錄頁面 跟 Wordpress的 控制台 的路程把它丟進去 然後 設定程序 只有你的 IP 可以存去 那 只要其他人 就是不在 IP 列表裡面的人 要存去這兩個頁面 它就會被 Cloudflare 擋掉 然後你可以在 Cloudflare 的 防火箱裡面看到說 我原來這個 IP 可能是不要存去你的那個 控制台 它會出現警告的訊息 那我之前一直是 一直是用 Lockdown在 在防護我的那個 網站的 登錄頁面跟控制台 那 因為我最近我家的那個 IP 好像變得主動了 所以就是 每次登錄的時候 都還要把這邊改那個 IP 的位置 就覺得有點麻煩 對 然後就發現 Cloudflare 還有一個叫 Asys 的那個 功能 那它跟 呃 Lockdown 其實有一點點像 就是它可以 呃 一樣可以設定 就是特定的路徑 例如說你 你把你的 WordPress 的登錄頁面 跟你的控制台路徑 把它丟進去 Asys 然後 它 預設的 驗證方式是 email 驗證 就是 你設定好以後呢 你要進去 你的控制台之前 它會先跳出一個 像這樣子的畫面 然後叫你輸入 Email 然後你輸入 你輸入完 Email 的時候 它會叫你添入一個 六位處的一個驗證 就確認你是本人 這樣 那 好處呢 就是 在 在 現有的帳號密碼以外 再多一層防錄 我會想 然後它除了用 Email 收 Email 的印證碼以外 它也可以跟一些 第三方的一個 服務的帳戶 做連結 像是 GitHub 或是說 Google 或 Facebook 這樣 好 前面有提到 Forepress 是我一直在使用的一個 網站備份的一個工具 對 那我相信就是 大家可能 大家應該都會備份自己的網站 尤其是 如果你網站是內容網站的話 你是靠內容生存的話 那我覺得 你網站內容一定非常的重要 對 那我從以前的時候就 就開始用Forepress 這個是一個 Forepress官方 它提供你的備份工具 那好處就是 它可以 完整備份你所有的文章頁面 然後你的留言 然後上傳的圖片像 圖片或影片 還有點點主題和外貨 那 它的價格呢 是定在 三九九 三十九美金一年 然後它有三個方案 最貴的是二九九美金 然後它的差別就是呢 二九九美金呢 是 當你網站有任何的更新 或是沒有寫新聞章 它馬上會幫你做一個 即時性的一個備份 就是差異備份 然後 它每一小時 就會知道幫你備份一次 那三十九的話呢 就是一天只會備份一次 然後它備份的檔案 只會存三十天的樣子 那 這個就是Forepress 它的 它的 後台是長這樣 對 那 它可以 你看到就是它幫你做備 做過備份的 所有的 月份 跟日期 跟時間 那它可以跟你說 某個時間點 某個時間點 你網站的文章書啊 你的 你的頁面書啊 你的留言 然後固定書題 然後你上面的檔案 它總共書面還有提 那如果你有 有更新網站的時候 它就是數量會不一樣 它就會幫你 用不同的顏色 表示出來這樣 那我覺得它 最大的就是 它可以頂進去看 每個時間點 它做的備份 包括你的 包括你的 你的資料圖 然後你的 W content裡面的 所有的 檔案 甚至是你的 Config 這個設定檔 都可以直接在這邊 下載 然後或是從這邊 檢視 我覺得最好用的就是 它 可以幫你把 某個時間的備份 直接 丟到 你的 其他的主題這樣 那 因為我大概都是這個功能 拿來翻 幫我的網站 因為之前就是可能 常常換主題什麼的 然後我想要實現一些 新的空間 那我又不可能 把我的網站 就是停掉 讓它沒辦法進去 所以我都 會用Forepress來做 那 它的 方式很簡單 就是你直接 把你的新主機 淘起來 然後把 SSH 或是SFTP的 那個帳號密碼 跟它的 把它設定到Forepress 它就可以 幫你把資料 先倒進去 然後 跑起來以後 你再把DNS 背負過去 就網站就會追起來 其實還蠻 還蠻方便的這樣 那講到時候的體驗呢 我覺得 我一直放在心裡 也就是我媽跟我講說 你 你做網站 你一定要就是 你網站的內容 的證據心很重要 你不要寫那些 就是 不是正確的東西 這樣你會影響到別人 所以它一場交代 我就說你 不要做不合法的事情 這樣 所以我一直放在心中 就是內容正確性 一定 已經放在第一個很重要 就是不管怎麼樣 你東西 內容一定要正確 然後盡量 不要寫錯字 我好像還蠻想寫錯字 這樣 然後 我覺得 另外一個重點就是 你的牌板 看起來要舒服 要乾淨舒服 因為 現在都還蠻沒耐心的吧 就是 如果你點進去網站 然後 它又找不到內容 它可能就會跳進去了 對 我的想法就是 讓網站看起來乾乾淨輕 然後簡單一點 看起來舒服一點 至少 大家還願意 可能想要讀一下你的文章 這樣 可能儘管你寫得不是很好 對 那 你牌板呢 看起來舒服的話呢 其實 對你網站的舒服方面 可能也會有一點點的影響 知道 不要就是怎麼亂塞廣告 放一些 按鈕在那邊飛來飛去 這樣 對 那 我覺得實用的體驗很重要 就是 影響到就是 使用者可不可以 發一個文章 看文章 又不願意留下來看 你的其他的文章 那 講到實用的體驗 其實要講的東西真的非常的多 我就簡單講一個就是 網頁自行的部分 所以我好像一直 一直有在 使用網頁自行 因為其實 大家都知道 中文自行的選擇 就那些嘛 如果都不設定的話 大家看到的 不是新系名 就是標台體這樣 那 嗯 我一直都是用 那個 Adobe的AppKit 那他最近已經改名 叫 Adobe的Fonts OdobeFonts 對 那他的 他的好處就是呢 你只要把JS放進去 你的網站裡面 然後 在他的 在他的服務上面 選擇 你要的自行 他現在只有 私語言黑體 跟私語言明體的樣子 然後他就可以在 讓你的 網站的事情看起來 比較好看一點 那我之前也是 也有用過台灣的另外一間 很有名叫 JustFonts 那他的好處呢 就是 因為台灣的服務嘛 所以他中文自行一定會比較多 他選擇就會比 呃 我要的那個 他要的那個 他要的那個 直接買一包一包的流量 看了 你要多少的 PD數 然後他就會慢慢去 好 他就簡單 分享一下我 架戰的經驗 這樣 那如果你之後 有什麼Wordpress的 的問題 或是你有一些網站 經營你的一些 想跟我分享的話呢 你可以在這個網站找到 找到我的 Facebook的 我的推特 還有快倒掉的Google Glass 還有那個 還有我的IG 對 IG上面就有一些 可能平常生活啊 喝酒的什麼照片這樣 就是一個 蠻奇怪的生活 對 那 好 謝謝大家 那 想知道就是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想要跟我 就是跟我交流 這樣 那 那個 Wordpress的 SSO的那個 功能 不是有一些預防嗎 他應該也是插在那個 Wordpress 那個 Computer裡面吧 那幾個 還是要放在那個 物件主題的 方式的檔案裡面 好 了解了 謝謝 他沒有 聽眾有問題想要問 來 來 你有分享那個用 CloudWave加GCE 那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就是 講說GCE是用 什麼樣規格的 規格 對 然後大概 講說同時兼在線人數 可以承受多少 類似怎樣 嗯 嗯 CloudPlayer其實搭配 GCP的話 其實他還蠻好用的 因為 嗯 大家都知道 Google Cloud的那個 流量還蠻貴的嘛 那如果你搭CloudPlayer用的話 他 CloudPlayer跟 GCP中間這一段的內網 是直接連結的 然後他的流量是不算錢的 所以其實對於 你的GCP的那個 呃 價格的預算方面 可以稍微壓低一些這樣 那你剛剛問說 可以承受多少的流量喔 我目前用的 CloudPlayer是一個月 200美金的那個方案 然後 GCP的話 那是四核心吧 忘記四核心的 好像四核心的樣子 那可以生產人數喔 其實網站很少 爆流量 就是 大家都還蠻穩定 就大概四五百 四五百的線上這樣 四五百啦 對啊 那之前好像跑過 跑到一千 一千多過也是沒有什麼問題 對 這樣有比較大的問題嗎 好 他想問什麼嗎 哈哈 還有其他人有問題嗎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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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一下你 做Wallgrass這個 網站更新了十年以上 你知道 每天我Pose這篇文章 請問你怎麼保持這個動力 對 就 嗯 畢業後也沒去找工作 就是一直在寫文章 呃 所以我覺得就是 呃 可能需要多一點時間吧 然後 每天都要維持就是 閱讀的習慣 就是 每天都要看SS啊 或是看編書啊 就是 訂了一堆 國內外的文章 要一直看一次看 然後就 看到的時候就把它 存起來存起來 存起來 然後要寫文章 就從裡面去倒出來寫 你知道 對 我大概的流程就是這樣 就是可能 呃 早上起來 然後開始看 看今天有什麼新聞 然後下午開始寫 然後 晚上 再繼續看 明天的東西 你知道 對 其實我就是 每天 我覺得 因為一開始寫可能會比較 會比較吃力啦 因為一開始可能流量什麼的 還沒有上來 那其實你寫到後面啊 就是 變成一個習慣了 然後 看到 抹身軌道其實蠻高的時候 就是 你就會一直push 你一直去做這件事情 對 對 欸 還有問題嗎 請問 就你觀察 就是大概 十 十一年來 就是網友在你的網站上檢索我們被支援的 這個情況 有怎樣明顯的變化啊 像類別啊 或者是閒時 你說搜尋的關鍵字嗎 對啊 嗯 我觀察到的喔 呃 其實啊 我覺得早期啊 要做SEO的話 其實比較簡單 就是那時候 200沒有你那時候啊 我就只是寫個簡單的頁面 然後放幾個分類 然後下關鍵字 其實就很容易被找到 那我後來發現呢 其實 Google也變得蠻聰明的 就是如果你塞一些關鍵字 他其實不會把你放在前面 對 那 你說哪個Lab也不容易被找到喔 比較多人找 我覺得好像都 都 都 一直都 差不多欸 那我覺得比較不一樣 就是智慧型手機後來 通常普及後 其實有一些 App啦 就是可能大家的需求會比較高一點 然後 在臉書 跟在IG的那個 社交網路的相關工具 後來搜尋掉 也慢慢有慢慢上來的 那個趨勢 對那 一直不變的喔 好像就是一些 跟辦公室有關的東西 像是一些專檔啊 或是 呃 PDF的相關的工具 對那其實一直搜尋掉 都還蠻高的這樣 其實我有追加你最近網站 有換 就是翻換那個 Adobe的那個 濕源送體的時候 那個 載入的時候 它會先顯示了那些細明體 然後才會轉換成 重體 但是最近的網站好像 一載入它就會 顯示了送體 所以中間也有做成調整 喔 你說會閃一下那個 應該是用JustFont的時候 然後現在 它現在打開的時候 不會閃嘛 對不對 是直接載入嘛 那個是用Adobe的 Duntime Pits 那他們之間 我 像他們之間技術 其實那邊不一樣欸 但是 其實速度都蠻快的 只是它還說有沒有 多大零點精彩會閃一下 就是其實有時候 對於使用的體驗蠻不好的這樣 然後現在用那個Adobe 那個 它Pits其實就沒有這個問題 還有其他有問題嗎 還有其他有問題嗎 你好 經營網站十年 那這個網站所有的獲利來源 都是來自於Google Extents嗎 那現在 經營這麼久 呃 月中數應該也是很穩定 那會隨著現在內容的增加 那 呃 呃 不管在每個月或 每季的那個獲利會下降 因為現在內容 你們太多 等等 嗯 嗯 嗯 你說內容的 你說內容數會不會影響到流量對不對 嗯 嗯 我的觀察是其實好像不會 因為我每天都是寫一篇文章 其實流量還是蠻穩定的 那我有嘗試過 就是可能一天寫兩篇啊 寫三篇啊 我覺得好像對流量來說 並不是一個很顯著的一個幫助 那我認為就是 你的文章不是一寫就會瀝乾淨 你就會有效果啦 可能 效果可能要兩三個月 或是六個半年後 它才會出現那種效果這樣 對那 嗯 嗯 嗯 我覺得文章數 應該對流量會有一點影響 但是 嗯 我覺得我一個人可以寫的 其實 能力有限 我大概一天寫一篇 我就覺得 嗯 應該蠻那個 蠻緊繃的這樣 對 嗯 還有人有請問嗎 嗯 那對 這會邏輯 我們等一下請大家錄一個小影片 嗯 嗯 就會請大家寫 說一下 我可以才可以 請 好 你好 可以請教一下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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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如果自己平台會有在搜集這些網路工具的習慣 但現在資訊真的太多了 太多管道了 我想 可能會請你分享一下說 你每天是怎麼整理這麼多的資訊 是用什麼樣的工具 什麼樣的篩選環間 你還是帶你決定什麼人工具會成為今天這邊的工具 謝謝 嗯 我剛有提到嘛 就每天都會看RSS 我 因為我覺得我自己還蠻依賴RSS的這樣 然後 你說要怎麼選擇主題喔 我大概不會去挑那種非常新的那種東西去寫 因為我覺得那個是有時效性的 那我文章的習慣呢 我是先排一個禮拜的份 我就先寫一個禮拜的份 然後先在後台排一程 所以我文章 你今天寫一寫可能 要一個多禮拜後才會破除 所以我不可能長那種非常時效性的東西去寫 那 你說要怎麼樣選擇 我覺得應該是一種直覺吧 就是 我覺得這東西可能 可以很長期 就是之後 不會馬上不見的 的服務 然後 大家可能會比較需要用到的 對 因為我網上的想法就很簡單 我一天文章就是要至少要解決 使用者一個問題 就是我新聞章的出版條 就是至少要解決使用者的問題這樣 對 不管 不管你什麼樣進來的 但是希望就是你看到新聞章的時候 你就知道說 欸 這個東西可以解決上 你什麼樣的一個狀況 對 那你說 選擇主題喔 我好像沒有 特別偏好什麼主題耶 就是當然不會去寫那種 就是非常難 難寫的東西吧 像很技術很深奕的東西 我覺得那個 會 會 就是他的受眾會比較 比較窄一點 我比較喜歡寫到就是 大家都會用到 然後 把它寫得非常的簡單 是這樣 就是大家可以實際去操作 然後可以 做出到最後一個結果 然後讓大家都有一種成就感 對 我的想法是這樣 謝謝大家的提供 我們請大家留在位置上 一分鐘 然後你要看到 我們的攝影師在前面 那我們要請大家拍一個 三秒鐘的小影片 然後請大家講 WorldCamp 台北演戰 這樣子 然後你們都不用動 誰說動 你可以入座一下 大家可以嗎 我們先練習一下 來練習一次 大家跟我說 WorldCamp 台北戰 WorldCamp 台北戰 WorldCamp 台北戰 再一次 開心一點 大家開心一點 只好吃午餐了 OK 再一次喔 WorldCamp 台北戰 WorldCamp 台北戰 可以嗎 這一次可以嗎 不行 我們可以再來一次 不要幫大家下去 OK 那再一次喔 WorldCamp 台北戰 WorldCamp 台北戰 WorldCamp 台北戰 再一次 這一次被朋友不滿意耶 那話好一次 那就麻煩大家再一次囉 開心一點 大聲一點 大聲一點 OK WorldCamp 台北戰 WorldCamp 台北戰 WorldCamp 台北戰 好 再一次 呃 WorldCamp 台北戰 WorldCamp 台北戰 WorldCamp 台北戰